皇城相府中华字典博物馆收藏有各种版本的古代字书、字典、词典近两万册。 5月13日,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神农沿地经贸文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的近百名海外侨胞走进皇城相府,感受这里的古堡文化和文字文化。 中华字典博物馆所在地皇城相府是康熙字典编撰组织者清朝康熙皇帝老师陈廷靖的故居。 康熙字典出版于康熙55年,堪称中华第一字典。 这里收藏的康熙字典各种版本有近130种,不少版本的纸面已经发黄发黑,先翻时必须用专业工具,人们只能隔着玻璃参观。 展厅墙上挂着九张龙图,是不同版本康熙字典的飞页。 海外侨胞对如此巨大的字典博物馆赞叹不已。 康熙字典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在国外也出版过许多版本。 日文版和英文版均被收藏于馆内。 2014年,河南郑州永昌瓷庄庄主华少峰向博物馆无偿捐献了康熙55年的康熙字典版本。 我们今天上午看了这个相符里面这个康熙字典非常震撼,所以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来,就现代人啊,打字多过写字,然后呢,手机输入多过电脑输入。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文字的标准化,文字的传承,特别是咱们汉文字的这个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在网络时代,电脑手机输入法打字逐渐代替手写,由此引发的不会写字,写错字问题也愈发严重。 英中经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李宁建议,应开发康熙字典电子检索,将其内容收录进手机输入法。 是不是可以康熙字典也迎合现代发展?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把康熙字典进行一个电子的检索方式呢,做到我们手机或者输入法里面, 使得呢,我们在手机在输入过程中呢,能够更精准的使用各种词汇、字词和标准化的成语。 这样的话,就能大大符合现代人输入和打字的要求。 同时,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在手机这个APP上输入法,在输入的同时,能够去学习这个现代汉字的使用。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又符合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又传承了我们这个文字的标准化。 但是我会看到我们的文字的文字这就是文字连是所帮助。 我看这个文字的文字就好而且文字的文字becca 感谢观看